夫妻难熬的三道坎,跨过去就是一辈子,可很多人却卡在了第二个 愿得一人心白手不相离,一生一世一双人,这是多少人对婚姻的向往 而要想达到这种美好的夙愿,则是需要我们学会经营婚姻 夫妻二人也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应该互相扶持,互相鼓励,互相温暖 这样才能维护好婚姻这座城池,相爱容易,相处太难 一句话到处婚姻的真谛,世上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 所以幸福的婚姻都需要不断磨合,靠两个人相互迁就和改变的 经营婚姻就像一门艺术,一门学问,婚姻是两个人的修行 讲究三观和相互理解包容,讲究相互责任和担当 婚姻需要的是磨合,而不是动不动就说离婚 你要明白,离了婚跟另一个人的结婚同样需要磨合 夫妻难熬的三道坎,跨过去就是一辈子 可很多人却卡在了第二个 第一道坎,忠于婚姻,忠于爱人 忠诚永远是婚姻的底线 一旦遭遇背叛,这段婚姻就不再美好,就会走向破裂 婚内出轨对于背叛的人来说,那是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 虽然她选择了原谅,但是有时那个伤口总会跳出来,让人很痛恨 但是有时那个伤口总会跳出来,让人很痛很痛 婚姻遭遇背叛是很多人一生都无法释怀的伤害 一生都无法摆脱的阴影 当一个人选择背叛的时候,其实就是将这份婚姻置于了 拼临破裂的危险境地 婚姻经不起背叛,背叛过的婚姻再也没有回到重前的模样 有多少婚姻就是毁在了婚外情商 所以,当夫妻之前终于能熬过婚姻这道坎 后半生就能安安稳稳地过下去了 第二道坎,夫妻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婚姻最大的悲哀不是经常吵架,而是无话可说 有多少相爱的人在结婚多年后相看两兜眼 甚至一句话都不想和对方说,把婚姻变成爱情的坟墓 比如在外人面前总是侃侃而谈,滔滔不绝 可一回到家再也懒得开口说话 你吃你的饭,我喝我的汤 你玩你的手机,我看我的电视 互不搭理,漠不关心 夫妻感情是需要交流的 当两个人不再沟通和交流的时候 一定会产生陌生感 两个人就不愿意分享,不愿意交流 使得感情越来越淡漠 夫妻间的感情一旦沦落到那种地步 怕是再也无法回到以前和过去了 婚姻中的甜蜜是由一句又一句话组成的 而有多少人在婚姻都卡在了无话可说上 夫妻之间若是能熬过无话可说这道坎 那余下的时光也就会越过越好 第三道坎,维持稳定的经济基础 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行 夫妻买房子需要钱,养孩子需要钱 散腰老人更需要钱 出行看病教育等等,每一样缺钱都不行 凭借夫妻百事哀 经济不稳定的婚姻总是会充满争吵 指责埋月 婚姻礼钱这个东西真的需要好好规划 就让更善于理财的人去管钱 那样财越计越多 平时的消费也禁夫妻双方一起协商 如今的男人挣钱不容易 女人也要学会和男人一起挣钱养家 分担经济压力 我见过太多的家庭 只有男人在外面辛辛苦苦挣钱 供养一家老小 而女人在家当花瓶 最后沉重的经济压力 让男人变得越来越暴躁 女人还不断指责男人挣钱少没出息 两个人因为钱吵来吵去 最后感情破裂以离婚收场 所以夫妻想要婚姻长久而稳定 一定要打好经济基础 这道坎熬过去 你们就赢了 爱情是浪漫的 婚姻却是平淡的 你还在用谈恋爱的心态去经营婚姻吗 如果是就请及时做出改变吧 婚姻需要慢慢磨合 慢慢熬 婚姻里当你与相爱的另一半 为了一些小事而争吵的时候 其实这只是你们婚姻进入磨合期的表现而已 只要你们能静下心来 多一些反思 给对方多一些包容和体谅 多一些欣赏和支持 那么你们的婚姻就可以稳稳地走下去 夫妻间的三道坎熬过去就是一辈子 但很多人却输在了第二个 夫妻相处懂得磨合 才能分道扬镳 好的婚姻都是在磨合中成长 夫妻越想要过得幸福 感情越来越坚定 除了包容理解 就是多沟通 一起共同成长